而至於在西部地區 像是彰化 雖然沒有降下好雨 但是帶來強風 已經讓王宮漁港出現了強浪 連人都佔不太住 此外在雲林的博子流漁港 漁民已經三四天沒有出海了 至於臺電 就擔心中部的書店設備 會出現延遲害 因此趕在風雨增強之前 也派人先來清洗了絕緣愛子 頂著海線強風 工程車將人員升空 在臺中海邊清洗書店 設備上的絕緣愛子 就怕強風又沒下雨的天氣 大量嚴懲附著在愛子表面 讓去年小犬颱風過境 因為嚴懲害 讓張雲加三縣市 出現大規模停電事件 再度發生 我們就是要趁颱風 還沒有進來之前 要先進行這些 愛子清洗的工作 一方性的措施先做 颱風來襲 強風呼呼的吹 彰化王宮漁港 風向帶被吹到跟地面平行 甘子不斷搖晃 風速已經超過15節 水面被吹出一陣陣波浪 海邊的樹木也被 狂風吹得不停搖晃 前往官浪的民眾直呼 站不住 現在在廣東的海邊 我們都站不住 雖然還沒有 吹到我們彰化線這邊來 預防大潮海水倒灌 淹水災情出現 公所搬來抽水機待命 雲林台西海邊也出現長浪 山板漁船全進港用繩索固定好 隔離養殖池旁邊堆滿沙包 就怕海水打進來壞了水質損失慘重 也有人趁颱風架來釣魚 同樣雲林脖子鳥漁港 有漁民一早到山板上撒明紙 他說初一十五都會來敬好兄弟 因為颱風來襲已經三四天沒出海了 山陀俄颱風慢速席台 中部沿海逐漸開始風強浪大 沒事別出門還是再加重安全 記者林一峰方中城報導